另外观众想问1772 见了短期底下没有 如果现价买有没有一成的水位 它就没有货想想短炒 适不适合呢 是 1772 都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概念股 但是同时它又是属于一个比较上游 或者是原材料为主 其实看回一个国际利的价格 或者内地利的价格 其实相对在今年初段来说 还是表现得比较硬正的 特别是近期随着美国加息的步伐慢慢向上 其实在环球当中不少资源类的价格 已经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回落 而利的价格其实也算是坚守了很久 直到到三月底的时候 见到内地的利价格也开始出现松动 反而在近期价格是有进一步明显下滑的情况 我自己觉得利这种金属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 因为它始终是代表着一个新能源汽车 未来的需求的方向 而在现在不少的车企 大家都开始进入到新能源汽车的跑道 我相信对于你的需求 如果从一个比较中长期来看的话 我相信它的需求还是能维持得到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相信基本面对1772来说 都会是一个不错的支持在那 而以股价来说 其实在今年年头 其实见过一个百多元的高位 近期大概在90元附近培回 我自己觉得前期底部大概80元来说的话 可能相对是一个比较扎实的位置 投资者如果是有关注这种股份的话 我觉得可以等股价 回落到大概85元那些位置 是作为一个部署 如果以未来三至六个月的目标价来看的话 可能我会看回100元至110元 还好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